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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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 多尔滚拍多多去攻打张献忠 而月勒也一起前往 而月勒可谓是出生牛犊不怕虎 即使面对张献忠 也丝毫不惧怕 扛着刀就上了 而最后的结果也非常出人意料 月勒果真斩杀了张献忠 并由此一战成名 回朝之后就被封为了多罗贝勒 而后月勒便得到 顺治皇帝的重用 一路加关进绝 先是被升为郡王 还被分为宣威大将军 后来还被册封为和朔安亲王 而且 月勒还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改革派人物 他极力支持顺治皇帝的政策 大胆启用汉人 停止圈堤等等 其实 对于月勒这样出色的人物 顺治皇帝也曾经想过将皇位传给他 但是最后为了政局的稳定 他并没有这么做 而是将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康熙 而月勒即便是手握重兵 功高卓越 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和康熙真皇位 其实 只要月勒愿意 那么 他可以很轻易地夺到皇位 而康熙皇帝还没有什么办法 毕竟 月勒不论是在军队 还是在朝中 都有着很高的威望 只是他不愿意这么作罢了 所以 此人也完全称得上 一位忠义双拳 能文能武的猛将 乃名副其实的清朝第一猛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